8月4日是七夕情人节 但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有38.7%的青年上班族 目前未婚且没有男女朋友 平均过节孤单指数达到65.1分 其中有26%的人 认为自己年底前脱单几率为零 目前没有另一半的 那大概看起来的整个 所谓的七夕的这种过节孤单指数 是落在65分 其中甚至有12% 自认是高达了这个100分 台湾很多青年上班族 可能晚婚不生或不婚不生 还是跟收入的一个状态有这个关系 另外调查也发现 有四成三的企业 认为办公室恋情会有负面影响 虽然没有明文禁止 但立场偏向不鼓励 专家建议如果要谈办公室恋情 最好还是低调进行 不主动公开比较好 毕竟可能还涉及个人的隐私 避免有这种隐私害工的一个状况出现 特别如果这段恋情关系属于 上司跟下属的关系 可能还要涉及这种职场权力不对等的 一个状态 想要拓展人机关系 专家建议得先试着摆脱数位环境 走出家门面对面结交新朋友 设法在生活与事业求取平衡 争取自己脱单的机会 记者游祥婷 台北采访报导 关系人工 任何人学校 跟省人工